共産 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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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産 共産 大學25年的教學經驗 看到子余這樣的年輕人 我可以跟各位說一句肯定的話 他絕對能夠做到非常有效率 非常有效率 非常熱誠替大家服務 大學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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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陳可宇 那我這一次是要來參選 有個區有可以的一張參選人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開始其實想了一段時間 然後從今年初的時候 就有稍微在想說這次要不要出來參選 那契機的話 第一次接入選舉 是我媽媽那一次 2018年的時候 投入永福里里長的這個選戰 那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是 有被永福里的這些支持者感動到 那也是就是覺得說 永福里里比得更好 那還有另外一部分的契機 主要是來自我父親 那他是謝震的那個 嫌惡里的里長 那主要就是覺得說 他在服務這些領域的過程中 他在這個舞台上是發光發熱 那主要幫助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我也想要憑我自己一己之力 去為這個地方 讓這個地方比得更好 我主要是針對永福里 治安跟交通的部分 想要去就是 讓他變得更好 那主要就是對於說 因為我們臨近永福橋 那這邊上下班尖峰時段的車流量都非常多 那像我們 例如我們 符合路的五十七項 那邊是進行左轉的道台 那只要有 上下班那種尖峰時段的話 大家從台北市回來 那就是會把車流量推到 像符合路七十七項那樣 永福里的項弄是大火 算是站路程大火 都是項弄 有個項弄的話 它 好之標之不清 所以 有時候 它那個車庫 大家 騎過去項弄的時候 可能就 它會注意到 那就 導致很多車禍停船 在 帶跳的這個過程 就是我有遇到一個 導奶 那他跟我說 他其實主要是跟我說 他永福里以前 大概長什麼樣子 就是 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永和國中 他之前夜間部 會有一些社會人士過來救 然後他就是 告訴我說 這邊可以 可以做的什麼事情 然後可以做得更好 那他希望 年輕人來做得更好 那希望就是 我可以跟永福里 擦出一些火花 讓永福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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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